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设的发动机工厂 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发动机生产 被定位为两国在远东的经济合作招派项目 两位首脑在马自达董事长小四雅道等向导下确认了生产线 在成品发动机上签名留念 日俄首脑一同在远东参观日起项目实属罕见 普京向日本呼吁进一步投资 据俄媒报道 对于该项目的投资额约为30亿卢布 约合人民币3亿元 计划年产能为5万台 预计最快于明年全面投产 合资公司2012年开始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运动型多功能车 SUV组装工厂生产 通过铁路将整车运往莫斯科等的 俄罗斯在利用日本技术的制造领域寻求日起进驻 但远东的外国投资规模方面 中国遥遥领先 日本落后 发动机生产项目 不仅被指定为俄罗斯的经济特区项目 有关整车的铁路运输费用方面也受到优待 HTTPS www.duanka.sintenational 201809 1047 1533 SHTML S等于Sintexalig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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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